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江小鹿的频道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轻松美食 今天我们的轻松美食要做一道我的原创菜 我这道菜的灵感第一是来源于油爆虾 第二是来源于蒜蓉粉丝干贝 于是我就取了这两样菜把它合并在一起 我称之它为蒜蓉粉丝油爆虾 其实做这道菜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露露爱吃我做的油爆虾 然后她也很爱吃粉丝 所以我就把它两个结合了一下 做成一道菜 这样的话我也比较省事 这道菜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第一就是这个虾 然后是我们泡发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的粉丝 记得这个粉丝要用凉水泡发 接着就是蒜还有姜和葱 下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虾 处理这个虾第一步是要把它上面这个尖尖的嚼给剪掉 第二步需要剪掉它嘴下面的这两片东西 第三步把它翻过来 把它所有的角都剪掉 最后一步找一根牙签 在它背挤的第三根弯的这里 戳进去 把它的虾线给掏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 处理完这个虾以后呢 我们加点调料给它稍微腌制一下 加一些料酒 加一勺盐 三勺淀粉 然后把它和匀了 把虾和腌制它的料拌匀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一边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蒜拉成蒜蓉 把我们的葱切成葱段 虾腌制完半小时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锅了 先把我们的锅烧热 锅烧热以后 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多一些的油 下完油以后 我们下我们的姜 还有葱白 让姜和葱白在油里面稍微炸一下以后 我们就倒入我们的虾 翻炒一下 把虾炸红了以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蒜末 蒜末也可以多放一些 加入蒜末以后 我们把这个虾稍微翻炒一下 接着关火 我们把翻炒好的虾 从锅里面装到盘子里 我们顺便把这些葱白也都从锅里面装出来 我们把大部分的蒜蓉都留在这个锅里面 装出来的葱白呢 一会儿挑一下 把它扔掉 然后我们重新开火 用刚刚煎过虾的这个油和蒜蓉 来炒我们的粉丝 我们把粉丝放进去 粉丝稍微翻炒一下之后 我们就加入酱油 蚝油 调料都差不多翻炒均匀以后 我们再把虾加回来 加入虾以后呢 我们可以稍稍的加一点点的水 用盖子稍微盖一下 盖盖大概五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打开 加入葱叶 最后呢 我们可以往里面稍稍加一点点的糖 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的时候 为了好看一点呢 我们先把这个粉丝放到底下 然后把我们的虾这样浇上去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盘自制的蒜蓉粉丝油爆虾就做完了 大家学费了吗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